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間 一些例行的活動出現了特殊的意義 無論是在公園散步 還是小規模遠距離的休閒聚會 在首都華盛頓郊外的一個社區 少數的兒童開始一起踩單車 過了一段時間後 成為一個單車俱樂部 他說因為他們沒有什麼事可以做 他們都是因為新冠病毒而相當無聊 他們只是到外面踩單車 後來越來越多的小孩在街上加入他們的活動 來的人越來越多 他們就成立一個單車隊 他說到外面去很好玩 因為他所有的朋友都在外面 你隨時都可以跟他們交談 一個團隊自稱為 富蘭克林公園獵嬰 在一起踩單車的時候 會注意到保持社交距離 父母因為大流行病而多數在家裡工作 他們很高興自己的小孩 是以健康的方式利用時間 並為他們提供了急需的 在家裡放鬆一下的空檔時間 他說他在家全職工作 他丈夫也一樣 因此在大流行病期間 讓小孩在外面和他們的朋友一起踩單車 並且保持社交距離 實在很好 他們最近一心一意踩單車 這個相當重要 但最近要買一輛單車實在很困難 也超過75% 甚至連修理一輛舊的單車也相當困難 我去到Trek店 我去到Gaithersburg 我去去找車 但他們說他們不會有最好的車 菲利普斯說 他去蓋塞斯堡的運動器材店 想找一輛單車 但他們說要等到10月份 才能幫他找到一輛合適 他說那不是那麼好 就到另一家商店 但仍然沒有辦法找到一輛單車 後來他父親上網找到一輛二手 他們發現有人願意 以500美元的駕駛出售他們的單車 他們單車就是這樣來的 但對富蘭克林公園獵鷹團隊 當中的這些小孩來講 擁有單車 意味著是一個封鎖 遠程上貨 隔離和壓力的時期 每天都有一些自由和友誼 而這個是無價的 Studies 練習教育 明天距通 封鎖 第二順 有語言 更odor 不用 argue 我們